咱说如果输不起有断位 韩国是怎么练成的呢 当我一本正经的去琢磨这件事啊 我试图帮他们寻找了很多因素来解释 比方说啊 他那尴尬的地缘环境是吧 强国围绕啊 你这真是开打的时候人三面环海 心里总是不安稳也没有安全感 再来咱找找经济上的历史上的原因 历史上曾经惨遭强国金融收割呀 痛失民族优质资产呢 什么十几年的技术积累也被迫拱手让人呢 还要被迫全面开放资本市场 应该说原因有很多很多 不过吧 咱就说一个群体 他要是能干出点所有匪夷所思的事来 也都基本脱不开这些综合的因素 那我们能否找到些更为直接和醒目的原因呢 咱们就来说说他这股劲啊 属于是放错了地方的自尊心 一种高亢的求胜心 并不来源于对于选手努力付出的肯定 而是所谓的民族荣誉感 被逼进了一条狭隘且偏激的死胡同 我举个例子 射箭在韩国就如同乒乓球在咱们中国 那是属于民族体育的杀手锏 他们的老百姓呢 当初看这个项目就是抱定了本国必胜的心态去观战的 所以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 中国选手张娟娟最后一键锁定九环的位置上 一举打破了韩国24年来对这个项目的垄断 成功夺冠改写历史的时刻 无数先前信心十足观战的韩国观众以及韩国媒体 历时纷纷起身全都离开了体育场 徒留两名分货亚军和季军的韩国名将啊 落寞的熬到了颁奖结束 然而他们身上的压力或许才刚刚开始 丢掉了一枚金牌 归国的他们要承受多少来自本民族的舆论痛击呢 最后当我们看回今天他们这种申诉的行为 不肯面对现实结果宛如巨鹰一般的哭闹 我不禁又再度想起了那个为韩国创造花华历史的冰上舞者 惊言而说过的那句话 若我失败了 整个国家都会背叛我 这就是舒不起的根源